很多人批命很喜歡說這個運好,這個運不好,這個運不好 但我想跟你說健康就還健康,事業就還事業 Steve Jobs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 事業最成功的時候也是他的健康最危險的時間 我們在八節裡面怎樣去看到這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 Steve Jobs的八節在你眼前這個 他的時辰就在這個占星網裡面是一個很值得可信的出生時間 有出世子的很多都 他任月未年,沒有人月,頂晨日,沒有出時 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iPhone 如果有用iPhone的話,在一個比較早的年代用iPhone 都會覺得Steve Jobs是一個很藝術家的感覺的人 不是一些生意佬,他跟Elon Musk是一樣的 他不是什麼生意佬,他做這些事情的目的 不是為了要做富豪、守富這些事情 他是真的想改變人類社會 改變一些電信、電話的一些想法 所以Steve Jobs他自己在Apple的產品裡面來講 很多時候是創先河的 自從2011年Steve Jobs死了之後來講 現在新的iPhone大家都覺得跟Android差不多 所以不是以前那一回事 我們看看為什麼Steve Jobs有這麼重的藝術家 我們用丙火日主代表Steve Jobs 他生在人月、木王 而八字的土是非常之多 如果玩過八字的朋友都會知道 這些土我們有個名稱給他叫食神 食神很重就會洩了丙火的氣 而楊日元是必須先有木 所以他一定要有木 好了 食神是一些文性 我所生的為之食神 我所生的為之食神 這些就是一些很創作設計的Feel 而他月齡是偏印性 偏印性 偏印是代表藝術才華 所以他在八字裡面都會看到他沒有財星 所以他這種八字的人來說 他不是為錢做事的 他是為原則 為藝術 為創作 這些這樣的性格 而去做事的 他在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他是藝術和禪學的興趣 就是讀書的時候 禪學就是偏印 藝術也是偏印 加食神這些現象 很能反映 好了 事業方面來說 開始起步 就是這二十年文 月害甲褲 就是這些木運 他的食神旺 走到木運 祭土 就會得到土的好處 得到食神的好處 所以在他自己的事方面 不停進步的時候 就要越害甲褲 這二十年文 好了 但是呢 在這個甲褲運裡面 他都有很大的涉的震蕩 因為神褲衝 但是這個甲褲運裡面 正正是他人月甲丙母 傳透天干的時間 真神德勇 所以這個運 裡面來講 他就叫他進來 因為他在月害運的時候 曾經走過 在甲褲運的時候 叫他進來 做CEO的位置 當時來講 就是二千年 二千年 更神年 跟這個甲褲天黑地沖 就由這個站 站CEO 就變成正式的CEO 因為他在97年 那段時間 就是出那些IMAC 非常之成功 令到蘋果起死回生 本身蘋果 公司在這個運 就是在他這個運 他那時候還沒進去蘋果 回去做的時候 蘋果就來 就來玩完了 就是這個市場戰友率 十六個百分之 跌倒到四個百分之 就是消失了 接著就找回Steve Jobs 去管理這個蘋果 當時他只是站CEO 出了IMAC很成功之後 接著就二千年 就正式成為真正的CEO 然後就入他這個十年運 季右運 這個運就是金水運 季就是政官 代表Steve Jobs 在這個運裡面 他的名聲就越來越響越來越大 而他所管理的蘋果 在這十年 就是做了一個非常出名的時間點 每個人都搶 iPhone 那個年代 在這個十年的季有運 是越來越好的 但是在這個季有運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cancer 胰臟神經滑漏 就是胰臟出現問題 那胰臟是什麼位置呢? 就是肚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 一般人 我們很多時候會應驗 就是說 譬如一個八字裡面 肚太重的人來講 特別會容易有糖尿病 而糖尿病是什麼器官出現問題呢? 就是胰臟 而肚是代表肉柳 所以這個八字裡面 肚這麼多 很容易就會有cancer的問題 它會比較容易有 不是代表沒有肚的八字 只不過是肚重的人來講 是更容易有的意思 好了 走到這個季有大運 請問 證觀 證觀 是代表 地位明星 OK 代表地位明星 所以在他十年裡面 事業 就步步高升了 但是 因為這個冒季 亦都會化火 即是化火象 化火象 而令到內分泌 會開始出現失衡的現象 就是你有水出來 冒季化火 水 有暗化火象 這個異境 水暗化火象 因此 在這個運裡面 就會特別 會容易出現一些毒素 而肚重而出現毒素的現象 就會特別容易出現癌症 好了 而大家都知道 喬布斯先生 就是2011年死亡 即是說他要由這個運 轉入這個任生運的時候死 那為什麼他要死這個運 死起這個運呢 這就是我們所講的 制殺太過反為兇 這個任生大運 八字裡面 非常之土重 一見到任水 見到貴水就相合有情 不過暗化火就健康不利 走到任生一個運的時候 全部的土氣就會撞到任水七十度 我們叫做制殺太過 而任水楚 叫做身是長身 人身衝 他的長身亦都受衝 而在這個八字裡面 木就是用來制住土氣的 走到任生運的時候 因為人身衝 他的木受傷 所以在這個運裡面 就是他的關口位 而他是剛剛轉角交接運 轉角交接運 而我們也知道 在一個八字裡面 我們叫做南怕膠淚怕脫 逢是轉運的期間 就是由這個磁場 轉到另外一個磁場 那段時間 如果適逢那個運 是不利的時候 特別會容易有生命的關口 所以他就死了在這個任生大運 你能夠用到他 走財之虐殺的時候 就會是事業成功 好像是Elon Musk 走得不好的時候 隨時就是關口位置 所以Steve Jobs就是這樣死亡 這個八字裡面 有什麼值得大家欣賞呢 就是這個八字裡面的奇妙之處 Steve Jobs身家都不少 才是蘋果教主 但是這個八字是沒有財星的 很多時候人們就會覺得 八字沒有財的人來說 就是窮命 研究八字的人 但其實不是的 我們都要照顧你身處 一個什麼國家的地方 這個八字裡面來說 土重用木 而八字是寄金 這個八字裡面寄金 而因為八字裡面沒有金 所以反而是得到金的好處 就是這個八字裡面 所說的一種現象 你八字記的東西 而你不見的東西 反而是得到它的好處 就像川普那樣 川普是火土尊王格 那八字不可以見水 一見水就不利了 所以庚子蓮就批他做不到總統 因為他的八字裡面寄水 而不見水 所以川普出生在大富之家 因為水是代表爸爸 他已經都是這樣來的 而這個八字裡面 他是靠一些很 很藝術的設計天分 而令到iPhone的成功 這些就是他的食神的力量 食神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八字裡面 很值得大家參考 而可惜就是因為 他的八字裡面 日時是雙衝 神術衝 神術衝就是代表爭鬥 我們叫做神多好憎叔多好鬥 神術衝的人是很固執 很質疑的 加上食神很多 肚非常厚重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他本身的人質感 是不太理想的 而且他是不會為了 要please用家 而去改自己的產品 是要你的用家 就我的設計 不是我去就用家 所以他不是一個生意人 他是一個藝術家